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剛過了近這個星期 聯邦預算案就出爐了 除了當中有驚人的赤字 還有大家可能會關心到的 防屋空置稅和豪華汽車稅 以及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 萬一不通過的話 可能就會馬上觸發聯邦大選 今晚會和大家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討論之前先介紹兩位嘉賓 兩位都是我們本地的時事評論員 以市場的認識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首先我們有李任律師 以及有關梁周先生 歡迎兩位 觀眾如果想參與我們每個星期的時事熱話 也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3W.fairchildtv.com 剪輯時事平常的橫額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直接去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也可以找到我們 不如馬上進入我們今次的議題 今次的聯邦預算案可以說 都有很多個資序 包括有史以來等待時間最長 相隔了兩年時間星期出路 也是業數最多 一共739頁 這份與別不同的預算案 不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中的第一觀感 關先生 不如你先發表意見 這次這個預算案 其實都顧及了很多方面 在洗費方面 關及了很多不同的階層的人 現在大多數的 主要是顧及國民的健康 顧及國民的生計 這兩樣是大前提 大前提來說 他當然是要花錢 那他花錢 洗成怎樣呢 我們看見 大多數的完整 他就像是把以前我們政府 一向有的 叫做財政自律 這一個想法 就似乎 拋諸老後 不再想著 究竟 那些錢從哪裡來 或者說我們花錢要不要就著來花 這樣就沒有了這個做法了 看來 現在大灑金錢 現在是 那他在花錢方面來說 他講得都挺仔細的 大約來說是挺仔細的 就是我什麼我就花多少錢 哪一樣東西我就花多少錢 那他都有講明的 但是怎樣花錢呢 在每一個項目裡面怎樣花錢呢 就詳細的呈現 或者還要慢慢講出來 但是他在這個收入方面來說 就不見到他有什麼動作 可以說除了剛才你提過的那些 那既然收入那裡 似乎沒有說開完方面沒什麼怎麼想 那開完沒什麼怎麼想的 但是開支那邊就這麼大的 那會形成了什麼問題呢 那大家看到那個赤字很驚人 還有那個國債呢 就直接急速飆升 那講來講去 始終是你借債就要還的啦 照道理 那你要還的時候是怎樣還呢 那政府的收入呢 大家都知道的 政府不會賺錢的 政府只是在那些納稅人身上那裡拿錢的 看看用納稅的形式拿錢啦 為什麼要用用者自負的模式來拿錢的呢 那現在自由黨就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在這次這個預算案裡面 其中一個原因我自己看到呢 就當然是啦 因為現在是銷售黨政府 選舉的 可能隨時會發生都不定 結果呢 他現在做的事情 當然是要顧及 就是萬一大選的時候 自己站不站得穩呢 現在這個這樣的預算案呢 那他從那裡出發點呢 他做出這個預算案呢 都是理所當的 你又怎樣看呢 對於這次的預算案呢 我覺得這次的預算案呢 它的焦點 肯定是擺在不同的地方 和往年的預算案 原因呢 是一般的預算案呢 就會是 怎樣去增強我們政府 我們加拿大的經濟實力那些計劃 那另外呢 就是怎樣好好地投資 政府手上的錢 儲低的也好 賺回來的也好 去幫那些 在國家裡面很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通常是這兩個大方向的嘛 但是這次因為在疫情前身 前身呢 就不是前在誰的身 是前在一個國家的 國民的身 因為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我看到這個大方向呢 有兩個 一個就是怎樣去治癒疫情帶來的傷害 而它有兩個辦法的 它提議 在這個預算案看到 第一就是 繼續這個對上這段時間 執行緊的援助計劃 而另一個辦法呢 就是商管齊下 所以說 開始一些新的援助計劃去幫助個人 有需要幫助的個人 還有需要幫助的營商的做生意的 譬如尤其是小生意 這樣呢 就變成了這個 其中一個變成了大方向 平時是沒有的 其他的那個大方向呢 因為有了第一個大方向呢 它就是說 這一類對上這段時間的 援助計劃呢 逐漸停下來 而轉到 焦點轉到去 怎樣開始支持 一些有持續性 能夠增強加拿大經濟實力的計劃 我想這就是跟以前所說的財政預算 典型的財政預算 最不同的地方 關梁周 剛才說到 既然在這項預算案當中 又做不到開源 似乎都不可以很接流 看來都只能夠正如你所說 進入一個赤字 疫情期間 世界各國大家都似乎對於赤字這件事 接受度都很高 似乎都很理所當然 但現在說到去年就三千五百多億 今年就一千五百多億 我們應該用什麼角度去看這些數字 因為你知道我們華人論證 或者看這些數字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一種兩日為出 或者平衡預算的概念 但是似乎所有傳統的想法都被顛覆了 那現在應該怎樣看 現在 你如果問我 覺得他今年那個赤字 究竟合不合理呢 我主要的看法就是 看看他的成效 達不達到他自己的目標 那通常來說 政府呢 如果他有每一個開支 他當然就有一個預算在那裡 希望達到一個什麼的目的 達到一個什麼效果 那現在他那些開支 他就很詳細地 都算很詳細地列了出來 那現在列了出來的話 我們要看一看 究竟他的成效會是怎樣的呢 那如果你說他的成效是達標的話 那都可以說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那個成效不達標的話 就不合理了 那現在你想一下 好像之前津貼這個工資 跟那些做生意的人津貼他們的工資 舖租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很好啊 因爲呢 尤其是小的生意的人呢 根本在這兩方面來說 真是很難捱的 那他可以津貼一部分的工資 和津貼一部分的舖租呢 那有很多小生意就可以繼續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哦 也都已經有報告出過來了 就說有很多大的公司 是那些呢 那些叫做有股票上市的那些公司 他們也都是合資格 拿這些這樣的工資補貼的 可以也都有舖租補貼的 因爲呢 現在這個這樣的工資補貼 和舖租補貼的那個要求呢 這些大公司是做得到的 反過來 大公司拿了這些錢 是拿來做什麼呢 他們不是說去增併人手 不是說做那些事情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去增派股息 他們去這個股票市場 買回他們自己的股票 來谷高他們自己的股票股價 那這些東西 政府出了那些錢 得出來的效果 那些大公司既然是這樣做的話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認真檢討一下 現在在今年這個赤字裏面 使用這些津貼工資 和津貼舖的那方面來說 是不是要加一些條件下去呢 不讓那些大公司再繼續增派股息 不讓那些大公司說他們可以去股票市場 買回他們自己的股票呢 就好像這些就是錯誤地利用了聯邦政府這些補貼 他們這樣做法 根本上可以對小生意人來說 打大巴掌這樣 這樣我就覺得認真是不對的 你說聯邦政府 這個今年的赤字是否合理呢 所以在這幾方面來看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的 你又怎樣看赤字呢 就算當我們即使是接受了 你說今年一千五百多億 去年三千五百多億都算了 但是似乎看回將來的路線圖 未來四至五年都平衡不了預算 那我們是不是都還應該要去接受這個事實呢 是 在我們的面前 剛剛你講了 就是 由今年2021到明年 三千多億 是那個赤字減到一千五百多億 好了 然後我說完歪尾 就是說 由2022年到2026年這三年內 就是他可以將這個一千五百多億的赤字 他認為可以減到三百億 好了 你的問題是說合不合理 我認為合不合理呢 就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你問我 國民 在乎我是一個國民之一 或者總體的國民 能不能夠接受呢 這個預算案 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同意剛才所說 就是說 整件事的關鍵 就是 就是 他這個政府在一個預算案裡面 講一下他怎樣幫助 這個疫情漸漸賣入 因為有疫苗 康復過來 那怎樣去增強 加拿大的經濟實力那些計劃 就是能不能夠實踐 好了 能不能夠實踐呢 我認為要有兩樣東西 一樣呢 就是他有幾快能夠在那個打疫苗那裡 繼續繼續努力成功 還有一個不太長的時間之內 就是疫情已經是安穩下來 這個看他做不做到 而第二那個關鍵 能不能夠奏效呢 就是他在這個預算案所說 因為他種種的投資 洗錢 而想令到政府那個經濟的增長那些計劃 那他因為有這樣的計劃 如果奏效呢 就會增加了入息的嘛 那他就是看著那樣東西嘛 那當然那個奏效呢 就是他做不做得到 那這個又是一個關鍵 做不做得到 那但是其中我剛剛講了嘛 做不做得到 其中一個大關鍵就是 他的疫情 他還要多少時間 這個疫苗 他才成功給到各個省 然後省又要成功這樣去 替他們的省民打疫苗 然後將疫情擺平了 這個呢 暫時我是比較樂觀派 我是比較樂觀看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可以接受 合不合理呢 我就等大家自己判斷了 不過我想在現階段 似乎疫情未過之前 講一切經濟復甦似乎都是空談 好了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討論這個聯邦預算案的議題 各位歡迎回來時事平台 今晚我們請來了李日律師和關梁舟先生 和我們一起去談一下有關於 剛剛公佈的聯邦預算案 關梁舟 我們知道今次我們財長方惠蘭 今次出來我們叫做極力推銷他這個預算案的時候 當中其中一份最亮眼的主菜 就是這個全民托兒服務 號稱只需要10元一天 當然這件事我們知道灰省已經進行中 碧斯省也說了很久 大家都很想做 但似乎當然是有一滴的阻力 今次已經說到會撥出每年80億元 要花費五年的時間才可以完成這個壯舉 但看著這個浩大的計劃和這一筆金額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理解為是一種夢想的實踐 還是純粹繼續去拼錢呢 我看的是他們的夢想 其實這也是自由黨在政治上的一個策略 因為這個十元日託 這件事其實是NDP 即是新聞主黨 很多年之前已經開始提出的 但自由黨從來都沒有說怎麼認真做過什麼 但今次他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政治的策略來的 那你說是不是夢想實踐呢 對很多加拿大人來說 其實對十元日託這件事 現在那個抗拒的心態 就不是那麼強 我自己覺得 原因就是現在那些人對政府說有赤字 那個感覺 不像說在二、三十年前這樣覺得這麼緊張 政府有赤字就有赤字了 世界所有西方國家的很多政府 每個都是講赤字的 所以現在變得比較接受了 接受了的話 所以說現在聯邦政府 就是自由黨他們推出這個十元日託 這個這樣的大的項目 國民的接受程度 我想是足夠讓這個計劃可以實踐的 只不過是說 現在它訂出來的要求 就是要什麼 要各個省政府 大家和它合作 大家也要用錢來做 這一件事 可能其實就是他們的後著 他們的後著是什麼 有些省政府不肯 不肯就沒有錢 就不用花那些錢 而且那個包袱 就是誰要去什麼 那個罪名是誰去什麼 那省政府去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 聯邦的自由黨 其實他們那個黨 本身那些策略那幫人 其實那個資歷 那個深度是很高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關梁周你提到這個 全民託而服務 在某個程度上 似乎都是在新民主黨那裡 借回來的一個政綱 但是也很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你說自由黨 過去二十四年其實都有說 甚至都贊成這個全民若密醫保 但是連最近他們自己的黨大會 都已經說要做這件事 結果反而就沒有做 就全力去推這個日託服務 關梁周你會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可能會發生的大選等等 會不會都有些考量在這裏呢 是 我覺得很肯定 根本上那個十言日託那個 在新民主黨來說 一直都是很有號召力的政光 就是每一次選舉 現在自由黨就 然後一聲麻煩就拿去 對接下來的選舉 他們肯定就是佔了上風 所以他們這樣做 在政治上 政策略方面來說 是正當的 我覺得是做得對的 李日你對於這次日託服務 整個傳統的計劃 和所牽涉的公帑 你有什麼看法 首先我想大膽一點 將我因為做這個節目做的準備功夫 我看到有一個事實是這樣的 是當時Paul Martin領導的自由黨政府 聯邦政府 他是在國會都通過 試圖通過這個十元一天 多少年內實行 這些都通過的 但是當時為什麼 當時他的政府會倒台呢 就是因為這個新民主黨沒有支持 他當時那個不信任票 所以政府就轉移到 就由哈巴總理 根據這個Canadian 以那個新黨 就是執政了九年 現在才又回到自由黨的身上 這個是其一 其二呢 我認為 夢想的實踐 但是也都是理想的實踐 那麼要實踐一個 夢想也好 理想也好 當然是有些人說花錢 有些人呢 自由黨一定就是說是投資 這是一件事來的 是一個考明目的 那麼這件事呢 我個人認為有這樣的必要 這個理想我是支持的 因為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這件事呢 就是男女平等要走出來的這一步 我這樣說是因為呢 一般的家庭 我沒有做過統計 如果只能夠一個家長上班 另外一個家長要在家裡看著那個小孩 因為要不就找不到託兒服務 要不就託兒服務 要不就託兒服務呢 那個數目呢 是令到那位家長現在變了在家裡照顧的小孩呢 他賺回來的人工都不花算的 那所以呢 大多數都是女性來的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認為呢 這個理想要實踐 花錢就投資 就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花錢 要投資在這個項目呢 就因為當 如果當 樂觀一點 自由黨這個預算案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 如何去開始一些有持久性的增長加拿大經濟實力的計劃 那馬上呢 如果你開始走向成功呢 你就會發覺你的人力市場 營業市場呢 要多一些工人 要不就供不應求嘛 是啊 移民可以幫到一部分 但是呢 如果能夠有這個計劃 10元一天 今時今日的加拿大社會呢 我相信呢 馬上我們本身在加拿大的人呢 都已經是馬上多了很多工人 在那個工人市場那裏 這樣才能夠做到 所以我覺得呢 是花錢 是投資 是理想的實踐 我個人絕對支持 好啦 我們都談了一段時間 不如都再講 其實這個預算案當中 都有很多其他範圍的 例如新民主黨 就極力批評 今次的預算案當中 似乎呢 沒有一個所謂大型的稅制改革 也都沒有所謂實施到一些叫做的 所謂的富豪稅 因為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在疫情期間 似乎就窮者越窮者越富 但是呢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呢 是有一個所謂的 海外買家 對於空置物業的有個稅行會實施 對於購買豪華房車 遊艇 亦都有新的稅行 但是縱橫整個預算案當中 關梁州 你自己覺得 會有什麼地方 例如說關鍵性缺少了 或者你覺得其實應該要做 但是似乎就是欠了門的那一腳 我看到呢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國民的那個年紀 就是老人的醫療需求 在接下來的這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就會增加得很快 又在這個預算案那裡 就是我就不見得到 政府有怎樣去考量 說要怎樣去解決 這個老人醫療需求的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覺不覺 每一年那些人就老一年 不覺不覺這個老人家的人數 在加拿大來說 就會增加的 會增加得很快 大家都知道 年輕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病痛的 年紀越來越大 那就越多病痛 越多病痛 就是說他們要見醫生 次數也要多了 他們需要的藥物也要多了 或者他們需要那些療養 那這些是誰給錢呢 有錢的那些人 當然他們自己可以請私家護士 來看護自己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沒有這樣的財政能力的 沒有這樣的錢去請私家護士 來照顧自己的 那這些東西當然是落在政府的身上了 那政府的身上 那政府怎麼處理呢 那個叫National Pharma Care Program 就是那個藥物那個呢 為什麼現在不去 已經著手去組合 或者計劃 或者怎麼樣去實行這個呢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因為老人家人數多了的時候 需要的配藥 各方面都會多了的 那這些老人家如果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配藥 是不是會變成醫生 寫了藥單 他們可能都沒有辦法去配藥 或者他們沒有錢去買藥 那情形會出現是怎麼樣呢 那些老人家會病得更加重要 變成了去急診室的人會多了 那大家都知道 急診室裡面那些每一個床位 需要的錢是不少的 你每保持一個床位 在急診室裡面 要的錢是很多的 那當你不夠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擴大一個急診室來做呢 那那些錢你一樣是要花的 就是我始終覺得呢 在這次預算案裡頭呢 我自己覺得 就是唯一覺得 就是比較失望一些的 就是他們還沒人著手 然後開始說認真去看看 這個全國的藥物計劃 這個樣子我覺得他們其實需要是要做的 謝謝關良舟 我們今集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按照目前的形勢 我們知道也有幾個反對黨 就今次自由黨的預算案 提出了修正案 但是這些修正案 究竟能不能夠或得通過 似乎都是一個相當大的關鍵 因為事關一定要有至少一個的反對黨 支持今次的預算 才能夠通過這個信心投票 而避免觸發大選 要不然呢 大家今年又要看很多不少的選舉新聞 好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會 由於 magazine